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2007年的金融危机时的高点 这收盘的时候呢 现在是收在260071点 中国股市昨天也有反弹 上阵指数上涨0.88% 但是依然在3300点以下 深圳方面同样上涨1.05% 那在其他方面的欧洲股市出现下跌 美国股市呢也是先涨后跌 但是呢综合来说 目前来说这个美国的指数依然是在历史的高点附近 黄金价格目前基本维持 1265附近不变 而石油价格呢则稳定上涨0.5% 其他方面比特币从19000点的高度呢 回谈回调了大约是2500美金 目前大约是在16600美元左右 在外汇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主力资金目前基本上开始准备过年 那么今天这门话题 我们着重还是来说一下的澳洲股市 最终开始准备起飞 我们知道虽然澳洲股市经过了六次的连续涨涨跌跌 目前终于是爬到了6000点之上 但是呢相比较而言 它的大表哥 美国股市都已经快要到25000点 所以说相比之下的话呢 这个澳洲和美国的这个差距是越拉越大 虽然在今年我们整体来说并没有跟大家推荐任何美国股市的走势 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在A50和恒生指数上呢 也斩获了不少 就算是这个前几周A50和恒生的下跌 也只是呢把我们之前的利润呢 有些有些回吐 总体来说啊 我认为呢 即便是A50或者是恒生指数下跌 也只是暂时的 在明年长期来看 他们依然会有所上涨 那么我在上周的观点里说到的话呢 就是美国股市未来还会涨 而且涨了速度 可能要比澳洲股市还要快 但是我本人并没有选择美国股市 而是选择了澳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原因 或者说情绪夹杂在投资中 虽说我怎么知道这美国股市引领世界潮流 而且现在是几乎每个月都在创新高 但是我依然不敢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越越创新高 导致我们呢 对他有种感觉 就是他万一回调 可能空间 回调的力度会比较大 但从现在情况来看 美国股市并没有回调 依然在上涨 即便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宁可选择 我自己能够 有感觉 或者说呢 有把握的 比如说澳洲指数 比较慵懒 涨 涨不多 跌也跌不到哪里去 而且总体来说 未来依然和美国一样是缓慢上涨 那么对于这样的产品来说 我想呢 我们对于保守型的或者说初始阶段投资者呢 是比较合适的 毕竟呢 像美股或者说像恒生这样天天几百点的上下跌幅 对于我们心脏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么其他方面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到啊 这个他如果现在有五万的资金准备投资 应该怎么做呢 他经常问我们有没有类似于套餐这样的 这个投资者 就是他们选了以后呢 就可以不去管他了啊 躺着赚大钱 因为这个我也是 自己 那么从投资局上的情况来说 我们都知道啊 是要分散投资 风险分散 那么如果我们以五万举例 那么如果之前呢 我们可以把四万放在中场期间 那么在这四万的资金里面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分类 把它用相对较小 四万的资金购买十二万的产品 虽说有三倍的放大 但是由于我们购买大部分 那例如大分指数 例如是一个国家的货币 那么对于这类产品 只要它的下跌幅度没有超过33% 那我们总体来说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所以说如果是四万分成了 分到了十二万 可以选择在五至六个产品上 每个产品可以分到两万的额度 所以说整体的整体这个布局 就是这么来布局 当然了剩下的一半 我们可以完整 用短期创作 或者有机会的时候再去进场 所以总的来说 大资金 小部分的资金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投机 这幅图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澳洲200走势图 我们看到虽然它现在是十年的最高 但是依然距离2007年的高点 还有差不多900点的幅度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澳洲股市最终是爬上了这个2016年的高点 我们相信它未来 所以说不能保证到7000点 但是上面的这么大一块空白的区域 怎么着也能上去个几百点吧 这个是我自己的观点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有任何其他的疑问和问题 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话 澳洲时间晚上12点15分 英国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对英镑来说就会有比较大的活动 同时澳洲时间在晚上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原油出量数据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